欢迎你加入 爱老师 物理教师 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部分呢 现在就研究另外一个case 就是我现在没有在地表了 就是牛顿当时的那一个 五个讨论的问题 我现在离地表 我对一个东西往上去很远了 以前当然没有找到东西 现在有可能有飞机啊 你的卫星啊 对不对 人造的卫星啊 这种是离地表很远的东西 当它离地表很远的时候呢 那一个effect 它的效果就看得出来的 因为越来越弱的嘛 对不对 那个g 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公式是怎么样啊 现在我有一个地球 跟一个object b 啦 这个object b 其实是很小的啦 比如说一个人造卫星 人造卫星是小小可怕了的 地球自己本身是有它的半径咯 对不对 r 这里到这里啊 是地球的半径 r 然后呢 多了一个就是 从地球的表面一直飞去天空的 这个距离 本来应该是要接近到这个object b的 正中间啦 如果object b是很小的话 就可以ignore掉这一小part嘛 所以你看 原本的公式是 g 会等于 gm 除以 r²嘛 这个 r 是两个物体值的距离嘛 不过因为我们之前讲说 地表任何东西的那个 distance 你可以ignore掉 就变成一个大 r 了嘛 可是现在呢 就不能用大 r了 因为我的这个距离哦 我的小 r呢 是大 r 加 h 大 r 还要加上一个高度 h 所以我的这个 r radius 它的这个 distance呢 就变成大 r 加 h 所以带入进行的公式哦 就是 g 等于 gm 除原本这个是小 r的哈 但是小 r 换成大 r 加 h 之后 就变成大 r 加 h 的 square 现在就有一个新的公式 一个离地表很远的物体 它所遭受到的这个重力 重力加速度是多少 换这个罢了啊 看底幕啦 卫星是其中一个 磁长会出现的例子咯 如果是在比较容易看到 就是卫星或者是飞机咯 不是 离地表比较远的 the diagram shows 3 satellite a b c which at different heights from the earth even that gravitational constant g is g 有三颗哦 第一颗是250km 第二颗是370km 第三颗是590km 但是这三个卫星 它给的这个距离呢 都是到地球表面而已啊 到地表的 地表往上 所以这个就是给那个 h 咯 我们来看 part a what is mean by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重力加速度是什么 重力加速度是那一个 因为地球的隐蔽往下拉的 那个加速度咯 the acceleration caused by the gravitational force only 因为地球的引力把你往下拉 那个加速度 b calculate the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acting on the satellite b and c 它要找它的这个重力加速度啊 b跟c的 b是370km c是590km 重力加速度的公式 因为现在找的是satellite的 两个k 所以我就要做两个k 重力加速度 g呢是等于 gm 除以 r加 h 的 square啊 因为现在是 从地表往上了 那么其实只是要带入号码啦 g是6.67 b乘以10p-11m 这个大m呢是那个地球的质量 就是5.97 乘以10p-24 5 r 地球的半径就是6370km 就是6370 000 你要换成m 加上它的高度多少 b是370km 记得一定要换成m 记得一定要换成m 因为g是m per second square的 你不可以用km 这个是b的 那么c的呢是一样的 g等于 大g大m 除以r 加h的square 就是一样 6.67 乘以10p-11 max的呢 5.97 乘以10p或是4 除 地球的半径 6370 000 6370km 换成m 加上 好 这个c呢 它飞多高 590km 也就是 59000的square 可以给你一个tips啊 因为地表的是9.81嘛 它在往上飞它肯定会小过9.81 好 如果 你问我答案要哪几个位的话呢 通常是两个或以上啦 其实越多 我也不能讲越多越好 等下你就给我拿八个位 也不需要啦 normally都是两个到四个都可以的 就是小数点过后的那个号码啦 如果你要run off的话 最多run off一个位 就是到点多少 就好了 你不要22.5 你run off到23 那个就比较大的那个 Defensers了 它就精准度没有了 看答案就是 8.77m per second square 还有 8.22m per second square 所以这里你也看得到说 其实B的比较大 C比较小了 因为C飞更高了嘛 对不对 所以它的重力加速度也变慢了 所以会不会有到了一个地方呢 那个重力加速度 是差不多要到靠近零了咧 有的哈 国际太空战的那个 它还没有脱离地球的引力范围 它还是绕着地球转 但是它Lock9-9 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小的重力的 叫微重力的一个状态 给大家跟大家聊这个 C What is the change in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If satellite C changes its position to a new position closer to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它现在更靠近了 如果更靠近的话 它的重力加速度会怎么样 我们讲它越远就越小嘛 现在低靠近来的话 就会增加咯 increase 会比8.22m来得变大啦 If a satellite lands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static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g in terms of gm and r 那要我们写 g in terms of gm r 就是你的答案 就要有这些东西咯 这几个字母 in terms of 它讲lands on the surface 它现在已经着地了 在着地的话就是在地表了 在地表的话 刚刚我们学过了 就是g等于gm除r square 这个是在地表的重力加速度的公式 最后一个部分 State two effects on human growth If a human is in a state of low gravity for a long period 人类的这个身体的一些状况 如果你长期待在一个微重力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待在没有重力的地方 那么你就已经是飞出这个地球的隐蔽范围之内了 那就无重力了 然后真的是你四周怎么都没有的话 就是无重力了 微重力就是你还是绕着地球在转的 比如说你在这个国际太空站 International Space Center 它是还绕着地球在转的 但是因为在很高的地方 所以它的重力是很小很小的 靠近无重力 叫微重力 micro gravity 那么这些 它们在微重力的这种状况的人 会有一些影响的 首先第一个呢 它就是它的骨头很容易碎裂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骨头为什么会容易碎裂呢 其实我们在地球我们的引力 我们是在对抗引力生长的 对不对 所以你才会长高 你在对抗引力的其实 所以呢 为了要对抗这个引力呢 我们这个身体呢 就进化到说 我的骨骼里面的那个密度啊 骨头里面是 calcium嘛 对不对 它其实有多动的哦 塞满的话就结实 空的话就很脆弱 所以人很奇怪的 我们人类哦 会有一种叫退化的功能的 如果你长期在微重力的话呢 那么你的骨头不需要去 withstand这个引力吧 不用去对抗那个引力嘛 它就会慢慢流失 流失就是 calcium流失了 从你的骨头里面 跑出来跑出来跑出来 就越来越多动 你就会有这个骨质促进 所以如果你回到地球来的话 你可能动一下你就 动一下骨就断掉 第二个哈 decrease in body density and increase of lung size 你身体的这个密度也会降 这个跟那个骨头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肌肉啊 血液啊 其实这里面都有这个分子啦 分子里面其实就叫做它有这个密度 所以如果你很少去动呢 那么它会去流失 所以肌肉会流失 然后这个血液会流失 血液流失的话就很辛苦了 就代表说你的氧气很难融入进那个血液里面 Lung size的肺炎会变大 越来越难呼吸 因为没有那个pressure嘛 我们在地球上面上 那个pressure压着你的那个pressure 所以太空人哦 他们每隔一段时间他一定要回来地球的 他不可以在太空上面太长的时间 就会出现种种的问题哦 对他自己的这个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且他们在太空的时候呢 他们每一天其实都要做训练的重力训练 主力训练要去拿雅铃啊 在上面踩胶车啦 确保肌肉不会流失 所以他并不是不见得是一个 很好做的一个工啊 太空人 不过这个是要Lung period啊 你也不用太担心啊 你也根本不可能会有机会上太空 对吗 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能够去到一个 影帝小的星球 这样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现实上不太可能啊 我们连最靠近的那个火星都不能去啊 对不对 但是电影里面也可以啦 卡顿里面也可以 其实我最早接触到 然后去到别的星球的那一个概念哦 就是卡顿看来 就给我一个picture 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在一个影币小星球 是从卡顿来的 不知道你们懂不懂Doraemon 没有错 是Doraemon里面的一个剧情 那么这一集你们就讲到说 这个Doraemon就不小心带住 那个大熊呢就去到一个新的行星啦 类似像地球这样的一个行星 然后呢去了之后呢 就发生了故障结果回不来哦 后来他们就发现到说 这个星球也是有人住哦 然后他就发现到有人被欺负哦 大熊才很生气 砰一下子不小心他就撞出去了 他讲因为这个影帝很小嘛 所以那边的人的骨骼生长 就是跟着那边的影帝嘛 地球上面的影帝比较大 所以大熊他们生出来的骨骼肌肉啊 就是跟着地球的嘛 所以地比之下变成说这两个人 竟然能够跳很高 而且力量很大 能够打窗墙壁啊什么啊 打坏人什么都不是问题啊 还能够当子弹 一点事都没有好不好 变成英雄啊 到最后他们回到地球啦 变成大英雄了之后就回到地球了 结果在地球的时候这个 大熊就很伤心了 就懊恼为说我不是出生在那个星球 不过如果他真的是出生在那个星球的话 他就会变成跟那个星球的人一样嘛 对不对 因为那个星球的人 是跟着他那边的引力来长大的 我们是跟着我们这边的引力来长大 所以其实我们能够对抗引力 你看9.8mm的bps2 我们的骨头都能够把它撑过来 所以没有什么是撑不过的啦 SVN是小额壳啦 对不对 肯定能够考过了 只要努力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一集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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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